我忍不了了 夏日炎炎 如果爱车在烈日下 暴晒N9 再坐进去开走 那真是活受罪 就算把空调开到Max也没用 要想快速降低车内温度 你可以这样试试 先启动车辆 然后下来打开车门 再钻进车里打开空调 调到最大风量和最低温度 感觉温度差不多再开走 不过这么一套动作之后 车辆快下来 你可能就浑身湿透了 也可以启动后打开对角的车窗 然后尽快开动车辆 再打开空调 把风调大保持外循环 等出风口吹出冷风后 关上车窗 过会儿 车内外温度差不多了 可以改成内循环 逐渐降低风量 调高温度 风太大 不光吵人还增加油耗 你车里怎么能补酸臭味 空调有意味挺常见 一般都来自这三个部件 夏季来临之前 最好到维修店清理一下 换滤芯不管用 就得清洗风道 异味太重 还得查查蒸发箱 这些由专业人员处理 自己弄不好 容易损伤电子元件 另外 停车之前提前一两分钟 关掉空调压缩机 减少风道和蒸发箱内 产生冷凝水 进而防止有异味的细菌滋生 最后车学院还有几个空调使用的tips 这些人都可以做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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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可以做到最后